知情的元景们用恰当的方法 把我带离不恰当的地方 然后我到了恰当的地方 去完成了恰当的笔录 所以现在还能出现在各位面前 我们大家庆祝一下中华民国 加油 加油 中华民国 我听杨本安加油一点都不兴奋也不高兴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粉 中华民国派 我们为什么不为中华民国粉加油 好不好 中华民国粉 加油 中华民国派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早上五点半 我弄错了时间 其实是六点 所以我昨天是露宿台北街头 然后赶时间就参加了我们今天早上 这个历史的时刻五月二十 因为从某一个时间 就是离现在不远的一切之后 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就不是合法的领导人了 对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是最后一次 中华民国合法领导人的升旗典礼 我已经把它全程都记录了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跟我联络 我再把相关的视频传给各位 各位说好不好 好 我们的当时的海军仪队 奏着国歌的时候 我个人有些激动 520国耻日 520是不是国耻 其实不是 不是 因为不正当的人 我们只要把它拉下来 我们就恢复我们的光荣 各位同意吗 因为以往的520 我们都是为中华民国 在付出 在打拼 甚至于有一位蒋先生 他还是死在他的任上 他之前的横贯公路的每一条路 每一寸土地 都是他踏过的 各位知道吗 知道